疏离为人好相处,但是难深交,很少有人能真正走进天蝎的心里,看到天蝎最真实的那面。 懂事就算压抑到自我崩溃,也很难张口麻烦别人,总是一个人默默的消化,光巧就懂事。 佛系很少有特别打的情绪波动,年纪越大就越佛系,就越难对什么东西或是什么人产生兴趣。 总平时胆大包天,真想聊谁那都是一聊一个转,可遇到正儿八经喜欢的人就哑巴了,总成一团,纠结在感情中是个纠结矛盾体,一边不想自己太主动,显得自己很廉价,一边又不想错过,怕自己后悔。 公平天蝎是真正追求公平的星座,你对它怎么样,TA就会对你怎么样,好的坏的都是你自己选的,愿不得天蝎。 重情恋爱前期永远缺乏安全感,挑剔每一个细节,但只要安全感足够,后期的天蝎绝对是二十次想好对象,深情都不要不要的。 坚定决定一件事情之前会打很久的副稿,要么就不开始,开始了就一定会坚持到底,包括爱一个人。 温柔内心真的很温柔,表面不动声色,其实很会照顾别人的情绪,下场不着痕迹的缓解尴尬。 恨也许天蝎心里很不舍,但他永远不缺乏当断则断的破例,恨起来连自己都可以往此理虐。 下一期,天蝎眼中的自己VF其他人眼中的天蝎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